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有多位美国医学专家在白宫网站上 发起的一项年明请愿活动 1月30日得到了美国白宫的正式回应 这项年明请愿活动 要求奥巴马政府调查并公开谴责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关押人员器官的罪行 目前已经有34,000人签名 白宫发表的正式回应说 美国政府已经敦促中共停止活摘器官 并会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和中共的相关行动 白宫的回应还提到 他们非常关注中共当局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 和对待法轮功学员的方式 并指出中共在信仰自由方面的状况正在恶化 在海外普遍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同时 大陆民众也通过各种渠道 了解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力的黑幕 纷纷公开站出来签名按手印要求查处 法轮大法明慧网1月31日报道 拘捕完全统计 到2014年底 在河北张家口地区 签名呼吁查处江泽民、曾庆红等人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民众 已经有10846人 这个数据还不包括2014年2月到7月已经公布的2500人 2月1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争取真普选大游行 这是自去年占领行动之后 香港首次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 主办方表示参加者有13000多人 游行于下午3点左右开始 由占中三子和几十位占领行动被捕人士带头 参与者撑着黄色雨伞 拉着横幅高喊 我要真普选 梁振英下台等口号 明镇在游行队伍晚上到达终点后 举行集会 多位立法会议员发表演讲 明镇表示他们没有留守计划 但无法确定也不会阻止游行和集会结束后 参与市民的其他行动 好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